星期三,有人在馬達加斯加附近的流離汪島海灘上 發現一片約兩米長的飛機殘骸 當地距離2014年3月失蹤的馬航波音777客機的 最後聯絡地點超過3500公里 調查人員正來研究這個法屬印度洋島嶼上發現的飛機殘骸 是否屬於馬航370班機 澳大利亞副總理特拉斯在星期四說 這次發現可能是一次突破 但同時亦表示懷疑這次發現能否幫助 有關當局找到馬航失蹤班機的確實位置 他說這片飛機殘骸已經在海裡一年半了 顯然漂泊了很長的距離 對找到失事飛機不會有任何幫助 但如果殘骸是屬於MH370客機 就會證實馬航班機是在印度洋地區墜位的 部分航空專家和安全官員都說 這片殘骸看上去是飛機的耕翼 法國航空官員正在對這片殘骸進行研究 並且表示目前確定這片殘骸屬於馬航失蹤客機 還是維持過組 馬來西亞當局派遣一個工作組前往流離汪島 部分遇難的中國乘客家屬在聽到消息之後 對傳媒的報導表示懷疑 馬航MH370班機在2014年3月份 從吉隆坡飛往北京途中失蹤 至今下落不明 尷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